高雄市政府推出2024年的年曆和月曆 日前开放民众索取 排队人潮就把四维行政中心围了将近一圈 年曆以轻轨成员为主题绘制 透过茶画家的创作 带领大家饱览轻轨沿途风景 而水果月曆则是让民众可以跟着月曆的脚步 吃熊丢席的当令水果 时间还没到 在高雄市政府四维行政中心已经涌进人潮 几乎快要把市府围了一圈 开始 我们就开始吧 十点一到 新闻局的人员就开始发送水果月曆和手绘年曆 市府每年印制的年曆和月曆都大受民众喜爱 排在地位的民众就提早了三个小时来排队 因为人潮比去年还多就怕领不到 你几点来排 七点五分 年龄蛮漂亮的也比较方便 所以都不错 所以就来排 我们是9点20分到这边的 那每年都来排队 没有 我是去年 去年有来一次跟第二次 我每年都来排队 因为我觉得市政府非常贴心 做了年曆还有月曆 发给市民 让市民能够好好的使用 善于规划时间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今天大排长龙 我每年都来 我个人来讲我比较喜欢年曆 因为我们就是主要是基一些重要的事情 年曆的话看着比较一清二楚 可爱的插画风格 以轻轨成员为主题 所绘制的2024首绘年曆 将轻轨的沿途风景都收录在里面 另外不同于年曆的首绘风格 2024果然好日月曆 则是以高雄在地的石令水果为主 搭配水彩画笔质感点缀 每月都有不同的水果主题 让民众可以依照标示的产季及产地 品尝熊第二次的水果 高雄青鬼成员在明年即将试营运 并且正式通车 这次的主题我们也运用在了 高雄2024的年曆上 邀请到知名插画家薛惠颖女士 透过青鬼成员的意向 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圆满顺心 上面的手绘风格非常的活泼可爱 小朋友们一定都会很喜欢 上面有各大青鬼站点的特色 像是有寿山动物园 内卫艺术中心 龙猫隧道 以及我们跨年晚会的现场 梦时代的摩天轮 再来高展馆 总图高流大岗桥等等 这些都是高雄在地特色 果然好日就是要希望大家新的一年 果然好运 一翻开里面满满的都是水果主题 像是到了六月 也是大家喜欢的玉和包的季节 上面除了有网美照之外 还有产地以及手绘风格 活泼生动 年龄和阅历一开放索取 不仅四维行政中心排满人潮 就连隔壁的林雅区公所 也是出现长长人容 就为了迎接崭新的一年 如果拿不到也不用着急 市府也将年龄和阅历的电子档 放到市府官网及新闻局网站 提供民众下载使用 预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圆满过好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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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